我今,他是与神族走的最近的巨人,他喜欢恶作剧,诡计多端,常常捧猴子,有时常露出善良热心的一面,帮助神族解决问题,喜欢屁颠屁颠的跟在索岸身后,是一个性格多变, 又充满毛泽的家伙,诺基的妻子们,诺基是雌雄通气,善于变化,一种管是悟空的巨人,妻婚是自然一场精彩,他一共有两任妻子及一位情妇,其中情妇所生的都是跟诸神黄昏有很大关系,第一任妻子及孩子们, 希格恩,洛基的正妻,爱大神族的,一位女神,一直伴随在洛基身边的好心子,他们生了两位儿子,一个分别是,那个孤与瓦丽 第二任妻子与孩子们,她的第二任妻子是古丽妾,女儿的名字是艾莎及艾莉莉亚,艾莎的名字亦是严谨艾莉亚德士辉,母亲的名字则是热,所以取得名字与火有关 情妇与孩子们,安格尔伯达,是邪神洛基在巨人族的情妇,其名字的意思是被伤使者 她也是三名凶恶的孩子的母亲,第一个是魔狼分离儿,第二是世界之蛇,第三是海拉 洛基巴吓得罪,洛基是既谋太奥兵之子巴德尔,便是激发起诸神黄昏的开头 后来在一个宴会上,杀死族人,并堵卖所有重要的神,把他们都用目了一遍 后来奥丁跟索尔其是带捕洛基后,并把正妻生的儿子给那耳朵杀死 再用他的肠子当作绳子,把洛基绑得撕死 再幻影或毒蛇,在他脸上吸毒箭 他的妻子希和恩知道后,就拿了盘子接住毒箭 知道麻烦在盗窖,当另开始毒箭,又冰在洛基脸上 就这样,一直在监牢中或住生不如死的日子 直到诸神黄昏,那天洛基才逃出生血 优优独播剧场